做完之後的話,它實際上就會自動幫我們載入那個清單 那我們其實只要處理什麼,處理就是說 跳出清單不用處理,因為它自動會跳出,Spinner自動會跳出 跳出之後呢,我只要處理那個事件,那個事件名稱 我想也是一樣,我們畫面上面會用到的就是 下面那個顯示的那個TestView,再一個Spinner 那最後的話,事件處理就是在那個SP 所以SP01裡面的話,我要處理的就是點什麼呢,點Set 其實SetAll啦 那這邊的話特別注意就是,有好幾個 實際上呢,我們這個動作 當你處理那個OnClick事件,我印象中好像也可以 就是點擊它,點其中一個 可是也會有之前類似像那個選取選的跟那個最後跳的不一樣 所以比較正確的應該是這個 setOn什麼呢?不是Click喔 是它上面會有什麼呢?一個一個的什麼呢?Item 所以一定要選OnItem什麼呢? 特別說,不過你乍看之下是有個Item什麼Click對不對? 那最好是選這個,Click好像也不知道會不會跳出的機會 最好是這個 叫做OnItem什麼呢? Slate Slate Slate就是說選取的那個項目,而不是Click那個 Click那個項目有可能是點到的是這個View View上面,那我還是有可能會點錯 所以呢也會有認錯的問題啦 所以這裡的話特別注意喔,選的事件是這個 叫做SetOnItem 項目怎麼樣?被Slate這個 這個事件,那這個事件的話你選取之後的話呢,其他後面的都一樣 就是點,然後 點下去喔 那當他點了這個項目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就是要做後續的 SetOnItemSlate這個 Enter Enter之後呢,Listen的也是一樣,那因為只有一個啦,所以New一個 OnItemSlate的那個之後,那我這邊已經有預先寫好的 好,那 那下來的話呢也是一樣,新增未試做方法,因為都一樣啊,所以我這個地方呢就快速來講一下 那Spinner上面呢增加一個什麼?OnItemSlate 後面都一樣 特別注意喔,他會自己幫我們建立兩個方法 一個叫做OnItemSlate,就是有被選的 另外呢也會出現一個叫On什麼呢? OnNothingSlate,就是說有選跟沒選 不過通常喔,沒選那個 通常不用試做 為什麼? 因為你跳出來的話 你要讓他關閉 嗯,我看好像應該沒有機會是不選 就是你跳出來的話有沒有 你在點旁邊 點旁邊 沒有辦法 所以你基本上喔 不可能觸發什麼 OnNothingSlate 所以喔這個 這個方法我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去實作過啦 因為他基本上可以不用試做 所以這個方法好像有點多餘啦 OK 好,那再來的話就是說他會傳過來有幾個東西 那其中呢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們如果說要取得 上面的訊息 比如說當我點了什麼呢 點了其中一個之後的話 我要能夠 點棒球 棒球的訊息 要傳過來的話 特別注意喔 我要用什麼方式去取得 棒球這個訊息 特別注意喔 這個也不太 也容易忘記啊 這個地方就是說 sp.01 這個物件上面嘛 你用特別注意喔 用不是用get test 而是用什麼 get 後面加一個什麼 sled item 也就是說呢 你選取的那個項目 他裡面的內容什麼 但是選回來的資料有可能是 這個這個不是字串格式 那我們這邊 需要輸出的是字串格式 所以特別注意一定要加一個 toString 把選取的 就是get什麼呢 sleditem 這個裡面取得的資料 再轉換為字串 轉換為字串 然後呢 再串接到後面這個地方 所以將來你秀出來的結果 就會是看到有沒有 點 點這個籃球好了 那籃球就會 跟前面的這個字串串接 顯示在這上面 OK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個地方的重點 再提示一下 1 什麼呢 itemslade 這個重點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我們實作只要實作一個 那這裡面的話就是實作什麼 就是取的什麼 get sleditem 裡面的資料 然後呢把它顯示出來 另外我順便講一下 提示一下說 或者是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說在這個參數裡面有 adaptorView 跟什麼view 還有一個這個 int ARC2 這個int ARC2 傳過來的資料 就是 現在點的 鎖影值 鎖影值 比如說我現在點的是籃球的話 他在int裡面會幫你放 0 然後呢第二個的話會放1 以及類推 所以將來 無論是spinner 或者是list view 有沒有 我們通常會 利用ARC2 去判斷說他到底選哪一筆資料 也有利用這樣的方式來做啦 那這裡的話因為我們直接用什麼 選 他選的那個的資料 另外又可以就是說我們可以用什麼 用index 裡面去抓裡面哪一筆資料 再把它秀出來也是可以的 所以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就是把這個地方的話可以秀出我們要的結果來 那當然這個是第一階段就是說 可以快速的把資料 取得 秀 秀出來 把它 秀在畫面上 那如果說這個資料是會變動的 或者是說呢 我們 不是用那個entries 設計的時候我們要什麼 要讀取 資源檔裡面來秀的話 那這個做法就不太一樣 那這裡 需要寫一些程式 那這個部分等一下再來看 那就是